是喔 真的是太简单了 因为程式相当的简单 他只要怎么 他是希望说输入了那个字串 大写 全部改成大写 第一个 第二个是首次变大写 OK 那如果说我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第一个我就先把这复制一下 那程式写完之后 基本上呢 我们就把它run一下 把它输入之后 OK 这边把它输入 enter 之后 全部变大写 跟首字变大写 首字变大写 OK 那其实呢 程式就只有一个是什么 upper upper 就是什么呢 就是全部变大写 然后呢 title 的话就是首字 每一个字的首字变大写 那另外的话 如果要全部变小写的话 全部被小写的话 我刚查了一下 这也蛮常用 那个 印象中叫什么 lower 点 lower 所以点 lower 然后小瓜 印象中是这样 OK 另外还有刚查了一下 这边 这个 lower 是全部转成小写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叫做 capit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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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什么 只有第一个字是大写 其余是小写 所以它变成说跟那个title有点不太一样 title 是每个字的第一个字都是大写 它只有这个跟0的L是大写而已 所以 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试试看 所以等于多许 但考试的时候 你不要没事 它只要两个你全部都做了 那就真的是 真的就没分了 反而对的也变错了 这个 试一下 如果OK的话 那表应该 多一个点 好 那这边的话 执行一下 把效果做一下 如果OK的话 那大概就是 至少会多学一个 多学一个东西 以后的话 会用到的话 那当然也不用特别去死背 常用的要记一下 但喊用 少用的话 至少你要能够查得到 这是我的原则 所以全部变大写 然后这个是 全部的首字变大写 那这个字 只有 第一个字变大写 那再来就是 全部变小写 OK 那 OK 那804 比较 80 再来就是第九类 第九类的话 我们顺便讲一下 其实这个第九类的话 其实也非常简单 可是这个档案的话 因为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 第九类的话 它是什么 902是资料加总 那加总什么呢 你就输入这个11223344 一到7 其中间都是空白 那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文字档 所以你们要不就是什么 自己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放在这边 这可能就是自己要再加一个 就是在那个 我们的那个什么 这个 这个里面按右键 跟之前一样 新增 new一个file 这个file名称 也许就是什么 就是 read.tst ok ok 然后finish 这边就有read 那里面的话就输入什么 11223344 556677 ok 反正就这些 把它贴上 然后save之后的话 那我们需要怎么样 把它全部读进来 ok 所以这边注意哦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read read 这个 你就是f 等于open 还记得吧 前面我一直强调这个 不难写 在python里面读档很简单 open 后面给它档名 逗点 r模式就好了 然后再来怎么样 用read line 有没有 read line进来之后的话 再把它用sprit切 切 切完之后呢 当然它切完之后会是自串 所以呢 我们 就是跑一个回圈 把 因为sprit会丢过来 丢到前面是个串列 那我们就是在跑个回圈 把这个串列的每一个怎么样 抓出来 但是因为它里面是自串 所以必须怎么样 转型 再累加 有没有 最后加总的结果 clean的出来 就是结果 应该ok吧 我觉得我们这起了蛮多次了 很多层次好像都写来写去 都是一个串列 然后回圈 计算 输出 顶多中间有逻辑判断 对 你看看写来写去好像都写这些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在城市里面 回圈好像真是男主角 逻辑判断变女主角 然后 创立好像是跑龙套的 对 ok 其他的功能有点像那个布景啊 有没有 导演就是你的 所以你要把一出戏导好的话 你有非常大的重责大任 所以城市怎么写 就跟那个导一出剧一样嘛 对不对 很厉害的人 城市写的就是很厉害 感觉就是让你感觉用起来就舒服 所以如果你用到一些APP的话 这就感觉 不过有的时候 当然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有的时候是一个team完成的 但我觉得啦 最后后面还是要个灵魂 关键的那个人物 Ok 或者是说最后啦 有的人负责是构思 有的人去做 有没有 有人会动嘴巴嘛 有人要去去去 那就分工合作就可以把一件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一 一样是读进来 二的话说什么呢 用read line 有没有 丢到前面去 再把它split的时候 中间记得 因为它这个中间里面是空白 所以呢 我们切的时候记得也是空白 切过来之后 就切到一个list e 里面 然后呢 你可以用for i 或者for each 也可以啊 这个两种写法我前面讲过 然后再把它用e value 转过来之后呢 把它丢到total ,total加等于 把后面里面东西全部累加 就完成了 所以输出结果看一下 Ok 结果应该是660 没有问题 ok 试一下 这个应该写了很多遍 对比说这些一定要很熟 最好是你能够闭着眼睛都写得出来 ok 才算是合格的 不过我是对我自己要求是蛮高的 但我觉得 你们看每个人要求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每个人对自己要求看也不太一样 不过我是觉得尽量像这种基本的程式 一定要很熟悉 不然的话像之前有同学去面试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为了要验 那个面试官为了验证说你真的会啊 有的时候直接就丢一个题目 丢几道题目给你 你先在那边写 写完之后 有没有 然后再来面试 为什么 因为他先知道你到底会不会吧 对啊 丢题目给你看你做的情况如何 有的时候其实也不用上机 叫你把它写下来 用纸本 比如说 就类似像一个证照题 请你帮我把这上面的资料读进来 然后你要能够怎么样把结果计算出来 写一下 OK 那如果看起来你写的好像也都OK 那表示你这方面没有问题 不要说你到时候到了那个现场 连写这个程式的能力都没有的话 那当然可能机会就落实掉了 OK 所以请会还是尽量把它熟悉吧 像这种东西我们写了很多次了 OK 试一下902部分完成之后的话 再来的话就是904 904的话呢 基本上或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的 这边的话算什么 算那个读进来 资料计算 读进来的资料里面 有就是三个人的资料 Ben跟什么Cathy Tony 身高体重 读进来的资料先print出来 然后计算哪一个人的 计算所有人的平均身高 平均体重 谁最高 谁最胖 OK 把它列个 一个报表在下方就对了 所以读资料 然后计算 输出结果 OK 大概的流程 其实好像一般工作也不过也大概是这样 OK 所以怎么把它读进 那这个档 我是把它另外放在哪里 放在这边有个904 read904 因为它名称一样 所以read904 你可以自己再把它 下转 下转成tst 就好了 它也会是一个read904.tst的档 OK 那把这个档案里面的data 读进来 那因为多行 所以要release release之后的话 一样去切里面的资料 把需要的资料放在需要的位置上面 OK 诶要怎么做比较简单 所以这一题难度又比较高一些些 OK 而且这一题好像记得我们有做过类似的 跟什么 跟那个计算那个什么 学生成绩好像有点像 因为我们是一个学生成绩的名字嘛 然后国文英文数学 我们有三个栏 这边只有身高体重有两个栏 诶 那要怎么做比较简单 我这个感觉 如果 这东西如果直接贴到easell 其实还蛮好做的 但是问题是 它就是不要你用easell 我一直 感觉就是做一样的事情 只是说一个是用程式解决 一个就是用滑鼠键盘解决 但是用滑鼠键盘 的缺点就是你要一直在那边滑鼠键盘 那边动来动去 动来动去 连那个回圈 就是你要自己一直动来动去的结果 那逻辑判断的是 你有眼睛去看的结果 那只是说这些动作 如果用程式 就是你通通不需要 你只要写程式出来之后 那些事情就解决了 所以有的时候 为什么有的人 一直好像不断在加班 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 方法可能要检讨一下 是不是说有没有什么可以 尤其是你资料那么大 所以我常看到那个FB 以前学生写一些抱怨文 说为什么一直加班 公司都没有给我加班费之类的 那 当然有些时候工作很辛苦是没错啦 如果是换个角度来看 可以用一些方法 就好了 对 好 呼唤 好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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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